嗨,大家好,我是老吴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家很关心的话题 就是如何来拉业配 那什么是业配呢 业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掐饭,拉广告合作 不管是软广还是硬广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商务 都叫做业配 我们的群里刚开始做视频自媒体的朋友 都非常的渴望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有业配产生 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 怎么去拉 今天我们就特别做一期节目 把我这十多年来做视频自媒体 如何拉业配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是卡卡的老吴 在影片开始之前 还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多多支持 我会一直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我这么多年做视频自媒体 以及视频营销的一些经验 谢谢大家 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的自媒体频道 以及已经做了一点时间 但是还没有步入正轨的频道 那么该如何去拉业配 或者拉商务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四点建议 在这四点建议之后 我还会聊一聊这么多年 我拉业配的一些思考 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整合现有你已经有的资源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十年前开始做自己的第一个视频自媒体 入水为鱼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已经在北京市游泳圈算是小有名气 那个时候我自学游泳了七年 得了一些冠军 包括我自己带的游泳的团体 就是我们自己的算是一个战队 我们每年也都能获得北京市的团体比赛的前三名 所以在整个七年游泳的过程中 我积累到了很多游泳方面的人脉 不管是体育总局游泳中心游鞋 以及各个大的游泳品牌 我都有一些人脉 当然我在做第一个自媒体的时候 其实我是完全凭兴趣 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游泳 但是即便是以兴趣为主 那么如何能够通过一些收入来支撑你的兴趣 一直走下去 依然是要做好一个商业的规划的 所以在我还没有开始做我自媒体之前 我就已经想好了 我的这个内容我要通过什么方式去做宣发 我要通过什么方式去变现 来去获得一些资金的回报 在我的这个项目第一个视频拍摄之前 我其实相关的品牌方 我就都已经有交涉过 已经开始聊过了 告诉他们我想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你们感不感兴趣 然后在我的视频上线了第一个视频之后 我又进行了一次主动的一个跟踪 最后我们的视频第二期的时候 我已经有签到一个赞助商了 就是国家队都在使用的这个游泳品牌叫ZOKK 算是我们国产游泳品牌的第一品牌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拉商务或者业配 是否能够在我们做这个内容规划之前 就先有一个这个业配的规划 商务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些已经有的现有资源 是否能够跟我们的频道进行一个结合 这样既然叫现有 那么肯定是我们本身就已经有了链接 有了这个彼此的信任 那么在我们有内容产出的时候 自然这些资源也更容易形成我们的一个商务 说实话一个真的成熟的自媒体频道 并不是说我先去做内容 先去想我想要做什么内容 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更成熟的自媒体频道相对来说是 我自己是否有一些这个行业内的资源 甚至我的合伙人是否有这个行业内的资源 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业务 或者说根据我们的这个行业 来去设计一个自媒体的频道 这样的话 从整个频道的收入来说和一个频道的发展来说 是会更加的友好的 所以有的朋友问我如何要开启一个新的频道 或者说他想要做一个内容 不知道如何去做 其实这里边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你要怎么做 而更多的是你要去梳理一下 你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源 然后这些资源是否和你想要做的自媒体的频道 是相要匹配的 甚至你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些资源 然后你特意为他们去设计一个内容 我觉得在频道开始之前 去做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好 第二个建议就是做联盟营销 也许不是每一个朋友他都有很多的资源 对不对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我就是没有什么资源 我就是想从零开始做我的内容 也没有关系 那么其实在国外的这些做社交媒体做自媒体的朋友 特别流行的一种方式就是联盟营销 那什么是联盟营销呢 最简单的联盟营销 比如说亚马逊 对吧 我在我的节目里去推荐某一个亚马逊的商品 然后我去注册亚马逊的联盟营销 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注册的 注册完亚马逊的联盟营销之后呢 我只需要生成一个我专属的一个链接 放在我的视频下面 那么如果有人通过这个链接形成了购买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得10%左右的一个佣金 整个这个过程你不需要去认识亚马逊的人 你也不需要认识你要卖货的那个商家 只要这个商品是在亚马逊上有售 你就可以去注册 所以联盟营销可以说是在海外做自媒体 最常用的一个变现的方式 因为你在前期的时候 你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源 没有什么商家愿意主动的来投钱 让你做内容嘛 所以我们在初期的时候 可以用像亚马逊的联盟营销啊 或者其他的这种网站 他销售的产品是支持联盟营销的这样 又和我们的频道内容比较符合的 这样的产品去做推荐 我觉得联盟营销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你不需要花很多的精力 在联系商务上 你想想看 其实我们每次去联系一个商务的时候 从前期的接洽 然后到安排第一次会议 到商量合作的细节 报价 然后再相互的这个砍价 对吧 然后再制作内容 整个再到出品 还有审片等等等等 这个环节其实是非常耗时间的 那么对于一个团队 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你肯定不希望能花这么多时间 只是在商务上 肯定我们希望能够 对我们频道有更多的这个主导权 那么联盟营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省事省时间的一种 既做了广告有了收入 同时我们又能提高效率的一种 算是商务的方式 也有朋友私信我 问我们每个月的联盟营销 大概是收入多少 今天我也给大家透个底 你看其实我们的频道 几乎是没有做什么产品的推荐的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每个月也差不多有2000澳币的 一个联盟营销的收入 和人民币差不多1万块钱 那么放在国内的话 那基本上是相当于一个 三线城市的一个全职员工的 一个收入吧 对吧 那你说它少的它也不少 如果说你以此为主要的 一个变现手段 其实也是可以获得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收入的 好这是第二点联盟营销 那么第三点就是主动出气 主动去联系那些跟你的频道内容 比较匹配的商家 其实主动出击在很多的自媒体频道 刚开始做的时候 是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必经之路 因为我们的频道 一开始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 几万粉丝 可能这些厂商不见得 能够主动的来去找到我们 这当然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了 但是在他们还没有主动找到我们之前 可能我们要先去主动的 让我们的商务去联系这些相关的厂商 我给大家讲两个 我主动去联系厂商的故事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第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噪音机的品牌 什么是噪音机 就是我们拍摄广告片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环境里边 有那种烟雾缭绕的感觉 大家看很多的好莱坞的影片 其实可能没有注意 但是你会仔细去看一下 你会发现他们的空间内 不会说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很纯净的感觉 很多的那种空间内 是那种感觉像烟雾缭绕的 那种烟雾缭绕就是通过噪音机来实现的 我们前段时间拍摄了很多的广告片 所以我当时就想买一个噪音机 然后来去给我的广告片里 来增加这样的一个烟雾感的一个氛围 然后在我做调研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看了很多的国外的品牌 但是国外的品牌其实非常的昂贵 而且体积非常的大 我之前见过一些国外的专业的团队去用的 那么体积可能一个噪音机体积这么大 然后我就在刷小红书的时候 恰好就看到了我后来合作的品牌 云精灵的这一款噪音机 就只要一个就是刮胡刀 那么大小的一个体积 然后它就可以这样 相信大家在我之前的节目里有见过 我怎么去使用它的 然后我当时觉得 哇塞这个太适合我们的团队了 一方面它体积又很小 然后一方面它的噪音又很快 效果又不错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 我怎么样去买这样一台 所以我是直接在小红书里 跟他们的客服人员 我第一个问题是 我去哪里能买到你的产品 你这个产品大概多少钱 然后他回复了之后 我突然就灵机一动 我说我在做YouTube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频道好不好 然后我跟他说 我虽然讲拍摄的技术讲的不多 但是好歹我的频道里也有 对不对 我说我可以单独的给我们的产品做一期 如果好用的话 不好用的产品我是不会做的 所以如果好用的话 我可以单独的做一期视频 来聊一聊你们的产品 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那么他们的销售 听完了之后就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马上就联系到了 他们市场部的一个负责人 市场部的负责人又直接就拉群 然后拉了他们的算是老板 以及在香港地区的一些销售团队 来主动的我们拉了一个群 然后来聊了一下我的想法 具体的谈判的过程 我就不详细的说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 就是他们愿意免费的送一个产品 给到我 让我来做测评 来做使用 同时我帮助他们出一期 这样测评的视频 这样一台噪音机的成本 其实也是不便宜的 这样一台噪音机专业的那种大的 要几千美金 那么这一台他们送给我的产品 差不多总价值应该也在800多美金左右 因为是我们主动去联系的 其实你既然是主动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在去和客户做溢价的时候 其实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会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里面 更多的是厂家寄给你产品 寄给你样机 然后我们来做测评的视频 这样的一种合作 这样他们得到了视频 我们得到了这个机器 对吧 那么更成熟的一种合作方式 其实给大家一些建议 是可以说 比如厂家给我们一台样机 没错 这个样机的成本 可能就cover了我们这一期 做内容的成本 但是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去聊联盟营销 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内容 实现了销售的话 那么通过我们的链接 形成了销售的话 我们依然是可以和他们去聊提点 当然这一次造烟机的合作 因为我确实是需要一台造烟机 所以就没有进行过多的联盟营销的一个商谈 而且他们的网站也不支持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我和爱图室的故事 爱图室可以说是每一个做影视圈的人都不会陌生的一个品牌 那么很多人甚至认为爱图室是国外的厂家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爱图室是我们国产的一个品牌 那么我们平时在使用的这种主灯 以及是很多那种棒灯 甚至我们专业的大型的广告拍摄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使用爱图室的灯光 那么我自己在我的频道刚开始的时候 也试图主动的去给爱图室的这个marketing团队去写过邮件 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合作一下 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收到任何的回信 那么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自己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买了一台爱图室的这个灯光 而且不是在他们厂家买的 你敢信吗 是在这个亚马逊上买的 然后我们在澳洲 我们这边的这个电源接口是一个这种 在国内可以看到这种三项接口 但是在他们的这个厂家可能配货的时候 给我发错了电源线 发的是这个美标的 也就是说是这种两叉加一个源头了 那我试过了我们家所有的插座都是插不进去的 然后这本来是一个售后问题 对吧 我这里边没有说这个讽刺爱图室的 就是一个很巧合的一个事故 然后我就联系了爱图室的客服 然后他们的客服反馈的非常的快 就是我只要给他写一个邮件 然后在我的邮件里边 首先我把我遇到的这个情况 这个售后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另外我还是一个YouTuber 然后我的频道的链接是什么 我有多少的粉丝 我做的内容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在我这里 我的主要的粉丝圈层是什么样的 跟他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欢迎你和我联系 然后我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 然后就这样 不光是他们的客服团队很快的就寄给了我一根新的电源线 同时他们的市场部的一个负责人也主动的找到了我 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番很愉快的交谈 然后他们也寄给了我们一些适用的灯光 当然不是上一期的灯光 我之前所有的灯光都是我自己买的 除了寄给我一些设备之外 我还给我的粉丝们都要了一些打折的链接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粉丝可能很多都是会需要用到专业的灯光的 所以他们也特意的给到了我一些打折的链接 当然在这个链接里边 我是没有联盟营销的提成的收入的 只是因为本身这个折扣就不多 只有5%到10%左右 所以我把所有的利润都让给了我们的粉丝 这是两个我主动去联系厂家的这么一个算是比较有趣的故事 那么我们当然也有联系过更多的厂家 有的是通过他们官方留下的联系方式 有的是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 总之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了 可以抓住一切的机会 制造机会去联系这些厂家 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 怎么主动去联系厂家 当我们的品牌做大了之后 就会有厂家主动来找到我们了 对吧 这就是第四点 让商家主动来找到我们 对吧 我们每一个人做视频自媒体 相信都不是为了让我主动去找商家 都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合作品牌 是通过我们的内容主动来找到我们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我们的频道这个有一定的规模 并且运营了足够长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给大家一些 就是当商家主动来找到我们的时候的一些小tips吧 首先呢 就是你要在你的频道里边 或者是在你的每一期视频下面留下你的商务合作的方式 这样商家才有途径可以找到我们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就是怎么样让商家能够主动的获取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第二点呢 就是当商家已经找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比如说商家说 我现在想要在你的这个频道里边做一期的这个商务的投放 那么你们有什么样的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准备好一份叫做media kit 就是像相当于这个media kit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pdf的一个文件 那么你要在这个文件里边展示出你可以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可以让他的品牌展示在我们什么样的地方 展示多长时间 收费多少 整个制作周期是多长 这么样一份制作精良的media kit 可以极大的展示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团队 对吧 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第一次接洽的时候这个信任的关系 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商务合作进行的更加顺利 最重要的是让对方相信我们是一个专业的 很多朋友在最开始的时候 包括我们自己啊 刚开始的时候 全凭一张嘴 对吧 所谓商业合作全凭一张嘴 别人主动来联系我们了 问我们多少钱 我说告诉他多少钱一期 然后问我们多少时间可以交票 我全都是你问我什么 我回你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 因为很多的商务合作是通过邮件来完成的 你需要多个回合来去完成你的这个商务的这个交涉 而且还是一些很基础的这个信息的交涉 那么就会给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对方有很多的不好的感觉 对吧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media kit之后 这个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说喜马拉雅海外版之前找到我们来做商务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这个合作的过程就非常的顺利 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环节 整个的合作过程基本上一上午就谈成了 就是他们来找到我们 他们做了首先 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喜马拉雅海外版的 那么我希望要在你的频道里进行投放 那么你们比如说 你们是怎么合作的对吧 他们通常是会这样问我们 然后我就直接的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并且我发给了我的media kit给他们看 然后他们就会回头去研究这个media kit 和他们的这个商务团队去研究 研究了之后 基本上他们就会直接回复说 OK 那么整个这份报价我们看了没有问题 那么之后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了 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选题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审片 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交篇 就是他们希望什么时候来去做投放 这是一些比较定制化的内容 那么基本上就已经直接可以进入到 一个合作的细节的讨论了 所以说整个的合作基本上就半天就谈成了 所以有这么一份media kit 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合作的成功度 所以还没有media kit的小伙伴 我是非常建议你 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左手做一份属于你自己频道的media kit 好这是我给大家的四点关于商务的一些建议 然后最后我还想聊聊我对商务合作的一些看法 也算是给大家一些小的提醒和建议 也是我做了这十年来自媒体后我的一些思考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做频道到底是不是只为了钱 我相信这个可能是一个伪病题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或者做一个商业行为的时候一定目标是为了有一些收入 对吧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只盯着挣到钱这样一个结果上 那么它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怎么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方式 以及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事情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些金钱的收入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盯着钱的话 可能在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盲人 甚至失去了方向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做内容的过程中 我们到底传递了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做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太抽象了 上周有一个咨询的客户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他看到别人讲说怎么样增加这个流量 怎么增加粉丝 就是可以拿手机随便拍一拍发一发YouTube shots 他说你不管拍什么只要随便拍一拍 这可能都会引流都会带来粉丝 那么我反问他 我说你随便拍一拍你随便去是获得了一些流量 我们假设说他可以带来一些流量 但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难道你的时间和生命同样不是最重要的吗 还有朋友在群里问我说 他看到了别人就是搞了一些很稀奇古怪的频道 比如说就是弄了一些弹珠 然后怎么样撞来撞去的 然后就有很大的流量 他是不是也可以搞一个一样的 我其实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做这样的一个频道 你觉得意义是什么 那可能他确实是这件事情 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金钱上的收益 对不对 但是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和赌博没有任何的区别 真的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是你不见得做了一个同样的事情 你就可以获得成功 对不对 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自己都不认为我做这件事情有意义的话 你怎么可以去期待你的观众同样认为你做的这个内容是有意义的 与其这样去堵上你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反而觉得可能没准去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 反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记得上周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大哥跟我聊天的时候 对我说他说他说我在用身家性命来陪你 没错 你想想看我们的生命是在每一分每一秒 你是不受你控制的 他都会这样去流逝的 对不对 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在做任何的时候 你敢说你不是在投入身家性命吗 你是实实在在的花费了你的性命 甚至我在这里录视频 我就是在用我的生命在录视频 没错吧 那么你是否要为一个毫无意义 毫无价值感的内容去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即便这样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经济的利益 那到底它值不值得 对吧 我希望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反思吧 我也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启发 好前面两点思考是关于价值层面的 那么第三点思考就是为了让商家主动来联系我们 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商家为什么要主动来联系我们 是因为我们粉丝多吗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入水为了做的第一期视频 做的第二期视频就已经有人赞助我了 那个时候我可以说只有几十个粉丝 对吧 那么这是一方面 那么同样重要的 其实不是粉丝的数量 当然粉丝数量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不是粉丝的数量 而是粉丝的精准度 比如说一个游泳品牌 它会在什么样的频道做它的广告的投放 无疑我的一个专门教大家如何去游泳的这样一个频道 是它最适合的一个投放的频道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粉丝的圈层和他们要投放的人群是百分之百吻合的 所以在大家一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商家会来投我们 我们的内容是否足够的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粉丝的圈层 第二个问题就是商家为什么要投放我们 是因为我们有流量吗 当然不可否认流量非常的重要 但是一味的追求流量可能会让你陷入到一个无法稳定 甚至茫然的一个状态 因为你会发现有流量的内容通常都不符合你的频道风格 80%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那么流量固然很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运营的方式 通过做SEO的方式 甚至通过投放的方式来获得流量 那么除了流量的因素之外 我认为商家同样看好的 甚至最看好的就是希望我们有好的内容 一个好的内容才能更加的匹配商家想要传递的他们的价值感 另外就是我们是否能够让商家具有足够的就是那种可视化的能力 什么叫可视化的能力呢 比如说我在我的频道里做过很多的剪辑软件 对吧 大家反响都很好 流量也很好 所以我们的商务邮箱里就常年接到了各种各样的剪辑软件 APP的一个厂商 他们就会经常找到我 问我是否可以做一个视频来推荐他们的剪辑软件 所以如果我们要想吸引到什么样的商家 一定是我们在做内容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要让他的商家有这种想象力 比如说他看到了我做了一期Premiere的教学和一期剪映的教学 对吧 那这些其他的剪辑软件就会想 如果我让他也做一期我们的软件的使用的教学 那该多好 对不对 然后同时他又可以看到我们的流量效果怎么样 他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去在我们这里边进行一个投放 如果你想做的是一些小家电的测评 想收一些小家电的这种商务的合作 那么你们不妨就从现在开始 家里有的一些小家电 你就可以做一些推荐 做一些开箱测评这样的视频 那么商家看到你的视频了之后 他看到了有多少人来参与进来 多少人点击了 多少流量 观众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有多少人评论 他就可以大概的去想象一下 如果说他在你这里投放能够大概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甚至如果说你还可以给他们展示到一些联名营销的后台 就是你看我做过一期推荐别人的内容 相似内容的时候 他们在多长时间之内形成了多少订单的转化 这些实实在在的转化 无疑会更进一步的提高商业合作的成功率 好 那么最后一点 对 想起来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关于要不要签一个商务公司 确实很多人在群里有问我要不要签一个MCN 或者要签一个商务公司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就不多评论了 我只想告诉大家签商务公司要谨慎 要谨慎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节目了 关于怎么样去拉业配 关于怎么样去做商务合作 以及你在去做商务合作的过程中 是否发生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都欢迎你在留言里告诉我 我是每周给你带来视频营销干货的卡卡的楼 最后还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多多支持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by bwd6